之前没和大家说 是因为分手都已经一年了 在我这儿已经过去很久了 当然 这些也就只是回忆回忆罢了 毕竟 现在谁还守着魂斗罗布防 Fanatic 我想各位不用我多做介绍了 老对手 上赛季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一共和我们交手六场 我们四胜二度 输掉两场的原因 诚哥 需要我重复一遍吗 不必了 今年 我需要你们认真的对断 因为他们拥有了一名 从去年世界总决赛的冠军队伍 也就是诚哥的老东家 TAT战队买来的韩国外员 这个叫坤的家伙 我光看了坤道FNC战队的九场比赛 六胜三负 胜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坤在野区的统治力 比老K略胜一筹 也很会洞察对手的弱势 并为自己的队友创造优势 FNC战队这赛季的战术 非常的明确 就是以打野为核心 拥抱全场的团队 所以你们在和他们对战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每一位 一定要有意识地留意自己野区的资源 下路有诚哥和小胖 所以不用太担心 坤也不会抓自己的弱势路 上中路 才是坤的主要目标 所以 上中野的联动一定要配合好 好 小姐姐 都快打比赛了 借这些勇用吗 童谣 除了玉藻前 你还有什么拿手的世神 除了玉藻前啊 除了玉藻前 你还会别的梦 那完蛋了呀 那对面一个班 我也把我们中单给搬美了呀 谁说的呀 我拿手的世神可多了 面灵器 慌 奄奄罗 什么都可以 好 一会儿训练赛的时候 对手一定会先禁掉你的玉藻前 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可以先针对对方的打野位 把山峰 腰刀机 夜叉进到 对方的另外两个班位 我才会给到射手 一楼先拿万年竹 不能放给坤 如果白狼没被禁 对方应该选择下路 白狼家义木连的组合 我的目标 在哪里 我一定的体积 诚哥可以继续拿妖火 小胖可以选择黑童子 或者海帮种 留给对方的 可选的打野位不多 按照坤的数据来看 可能会选择顾后面 上单应该会选择 两面佛或者是九吞 为了弥补打野的伤害 选择九吞的可能性 比较大一些 童谣 你准备选择哪个试试 大天狗 好 大天狗 大天狗 大天狗才上 厉害啊 名神 卫补先知啊 童谣 这是你来ZGDX战队的 第一个训练赛 你不能掉以轻心啊 好的好的 我一定不会给战队丢人的 小姐姐很有自信嘛 嗯 这一场我们必须得赢 大家加油 加油 加油 我去给大家准备点吃的 剧本写好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嗯 出击 时间到了 合道依次派看站位 老猫注意一下 小心对面打野来托麒麟 嗯嗯嗯 哎哎哎 对面打野到我们野区来了 我去反他们下路洗淋 别去 直接去自己上路洗淋 他们估计没来 老猫靠近那野区一方万一 好的 诚哥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来 顾后讲前期能力较弱 再说了 他刚刚走的位置 明显被老猫看见了 他还选择继续走下去 如果没猜错的话 坤应该在他们下路行李 蹲老K呢 得是不是 我一定会在这里 对 潘谣 打野来了 嗯 方式 也有出使之宜 很棒 远程兵都不不 一看就知道打野不在 下次没有师业的地方不要躲 万一中了对方的套路呢 确认过眼神 对面打野是个不太聪明的人 姐姐很凶 害怕 别怕 现在下跪还来得及 还有时间打字 要不要再去刷个微博 OK 下路麒麟新人到了 要刷新了 别管他 老K去上路 跟老猫一起蹲一下对面上单 好 小胖 咱们回基地 让坤以为对面下路也去没人 对面俯仲下路都回家了 收到 坤来了 你去他们附近草丛里面蹲着 等老猫神行 再来个瓮中捉别人 对面中单不见了 小心一点 中路下路来我这 好 好 他们上钩了 老猫老K把伤单上了 老K跟上 来了 好 老猫成型 来了 老猫成型 来了 老猫成型 老猫成型 不好有价快撞 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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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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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了 成本你小心 我方是神 被封印 老阁 你小心点啊 快撤 快撤 我撤了 等你们复活 老阁别走 我可以的 哇 小姐姐又开始了 好 好 赢了 咋啦 精彩 太精彩了 小姐姐大天狗可以啊 真的是出身牛都不怕虎 这都敢杀帅康啊 不过我也不赖 没有这么大态 小姐姐 别说 你这世神痴还真神 厉害 冲动 我是觉得可以打 他们为了杀你们 技能都教得差不多了 正是松懈的时候 这时候不上 技能留着过年啊 太冒险 您教得好 还顶嘴 自信是好事儿 喂手喂脚才叫人觉得头疼 我看同样这样挺好 是不是 对啊 一言不合 就是看 嗯 你们就惯着他吧 嗯 我给大家点了奶茶 考虑大家 有奶茶 嗯 请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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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坐坐 走走走走走 诚哥 你不去吗 不去